这就像一个围棋高手在围棋一样 向开始的时候,他是东一放一个棋,西放一个棋 看来好像很乱习一样 然后到最后阶段的时候,一指下去就全盘皆活 形成了一个大棋局 中国这么多年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不断地投资 看起来是非常集乱的 等到这些布局基本稳定之后 一带一路立即将这个布局都连接在一起 整个棋局都激活了 事实上,中国这么多年的布局都不是这么简单 这个背后的暗潮,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 比如中缅石油管道,中缅石油输送管道 在2010年开工了 到了2015年的时候,只差2.5公里 这个时候,缅甸在美国的支持下 以各种名义破坏中缅石油管道 甚至支持缅甸军发动果敢地区的战争 中缅石油管线因此而中断 为了保障了中缅石油管线的顺利开展 在缅甸政府和果敢人民军发生战争的时候 中国解放军进入中缅边界 对缅甸政府军进行了威胁 2015年3月15日,大批解放军陆空部队 开赴云南的中缅边界 天空上面全部飞着是中国的战机 空军签11部队已经开始上空全航 在山上的公路都是绵绵不绝的中国部队 中国红旗12,防空导弹35毫米高炮 包括挂匹力导弹的千七战机等 是进驻中缅边境 其实这次的军事演习就是告诉缅甸 如果你和美国一起 想要破坏中缅石油管道的建设 中国就会支持果敢人民军和政府 和缅甸政府的对抗 只要缅甸一个炮弹落在中国的边境解放军 就会对缅甸发动战争 关于这段历史我们不要说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个叫做3.15解放军进入中缅边境事件 整件事会出来了 缅甸政府看到这么大的威胁来自中国 而它自己也发现 美国除了是出口述 根本不可能给到什么实质的支持 最终当时的缅甸政府 于是乎改变初冲 彻底和美国决裂 在2017年中国打通了中缅石油管道的最后2.5公里 目前中缅石油管道已经平稳 运行了3年 就是累积向中国的边境书信石油 是1900万多吨 正是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安排 被中国创造了很多条路 所以一些以前经常压制中国国家 现在就好像哈巴九一样是铁中国 好像新加坡以前 好像傻逼一样 经常对中国不是那么好 最近几年老实了很多 不但不敢跟着美国佬去找中国麻烦 而且中美贸易上不断批评是美国 在最近香港问题上 也不断站在中国这边 你以为这一切都是无缘无故的吗 因为中国开通了中缅石油通道 中巴经济走廊 马来西亚的黄金港 马来西亚的黄金港 就是在新加坡上面的 在马来西亚那边的 那边就是中国可以是铁路下去 就是说他们的运输 这个铁路下去 就不需要船运经新加坡的 有了这些保证之后 中国就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 必要的时候 中国甚至跟泰国开通的克拉克运河 这个已经是两个礼拜前宣布了 已经 新闻也有了 使用所有船都不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 所以在2017年巴拿马和台湾断交 讲到这里 或者大家就会问 这个和新疆有什么关系 新疆是一带一路之中一个最重要的布局 一旦马六甲被封锁 新疆就是中国保证能源安全的最重要通道 假设现在中国和南海或者某个超级大国发生军事冲突 南海被封锁了 这个时候中国的中东进口的石油 可以通过中缅石油通道 运输到中国 但是这个远远不够的量 因为这个管道最大的 但是运输量是2200万吨 和中国运输量是6亿吨 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中国还要涉及另一条更加安全的通道 这条就是中巴经济走廊 大家都知道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友好 是全天后的战略伙伴关系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比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牢固 任何国家都动摇不了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 所以这条运输管道是非常安全的 一旦马六甲海峡被封锁 那么中国就可以将中东的非洲石油和抗产的资源 从中国通过中国的经济走廊 中巴的经济走廊 运输到中国境内 而这个中巴的经济走廊 是必须要通过新疆的 新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大的一个要点 另外新疆还是陆上丝绸之路 经济大的必经的要点 因为在亚欧大陆桥经过新疆乌鲁木齐市 将中东、中亚、欧洲和中国连接起来 除此之外 新疆都是中国境内西气东枢的起点 土库曼的天然气运输到新疆 加上塔里木齐田生产的天然气 通过西气东枢的工程 直接运输到中国的东部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新疆对中国的重要性 一旦新疆被搞乱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 就会非常之严重的受影响 以前中国比较弱 中国的重点是发展东部沿海地区 现在东部沿海地区 已经是比较发达了 中国必须要加强西部的发展 同时将中国的影响力 不断向中东、中亚、欧洲地区伸延 这个时候新疆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完全体会出来了 正因为新疆对中国那么重要 所以美国为首的反中势力 就开始策划搞乱新疆 不断支持恐怖分子 在新疆制造多次的恐怖襲击 有记录这些 我讲个名字给大家听一下 乌鲁木齐他们说715事件 728新疆沙车恐怖襲击案 北京的10月28恐怖襲击 昆明3.1恐怖襲击案 中国通过对这些恐怖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 最近五六年新疆的安全形势得到明显的好转 而美国叉叉在这个时候是不断的挑事 甚至出台所谓的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目的就不言而语了 一旦新疆发展起来 就将整个中东西亚欧洲 是连接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的上升 中国的陆权战略就可以破解了美国的海拳战略 也将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制约降到最少 新疆是中国破解美国海拳战略要地 未来新疆也是隐藏了巨大的机遇 未来新疆将会是中东、中亚、欧洲和中国的运输出楼 中国的中低端的制造 将会有很大部分不是转出国 而是转去新疆生产 因为在陆地交通系统完全建立起来 新疆生产中低端的制造产品 再出售到中亚、欧洲、内陆的国家 能有效降低了生产程度 亦是拜给新疆西部創业的机会 成为中国的陆权核心之地 大家明白为什么美国佬 整天在搞搞阵 为什么要砌新疆 原来是这样的 你看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会平均了 它不会集中一个省做了电子产品 它会分开几个地方 它分开几个地方 如果真的有打仗的时候 你炸了我一个地方 我就会有其他地方继续生产 所以中国在战略方面 已经在这些地方考虑了 而且新疆在西边的人工很低 所以现在东部会发展一些高科技 以及一些IT产品 而它将那些中低档的东西 就会去到新疆那边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中东这个市场是很极端的 小部分的人是买贵价的 因为那些是油掌 那些 但是这是很小部分的人 但是中东的大部分的人 现在来说 它只能够花费的 都是这些中低档的产品 所以中国会移到那边生产 那边的人口的就业机会提升 大家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那边是提升了 而东部就做一些更高价的产品出来 中国又可以上升提升发展 而西部那边的人口的就业也有 也都可以将那个差距去平衡一点 就算是不能够绝对平衡得到 也都带高了他们的收入 那这个是整个中国的策略 那还有一样东西 我又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 你说他们选举出来的人 会不会想到这些东西 不会啦 想不到的 当然啦 你为了自己的地域的利益 你只能搞乱 是不是 我那边要 那边多找点 那绝对不可能 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这样 所以这些一定是要 国家的层面 在高的位置 而看我们自己国家的利害关系 我们应该是怎样部署 怎样走 然后定下来的策略 再搬到下面 然后由每个省自己的人 按着你收到的目标 然后你自己去再怎么办 因为现在中国的十三五计划 都是这样的 大家定了方向之后 大家同一个方向去走 然后你那个省就处理回省里面的东西 那些中央就不理你的 总之你是按着大家的计划去走 这个规划 然后里面给了你 但是你怎么做呢 就是差不多它已经有一个框架给你 所以你怎么做呢 我中央就不需要理你了 你已经是你做成功了之后 都在这个框架里面 但是会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有大家的共同目标 向同一个方向走 这个就是中国的特性 那你这些各个民主国家 各个选举出来都为自己利益 那你怎么会考到国家层面 因为我自己看过 其实它分开不同的策略去走 就是完全有规划的 不是说你可以怎么自由发展 因为有规划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到资源充分运用 如果你没有这样资源充分运用的时候 其实整个国家 会多了很多资源的浪费 因为大家都可能重复 找最有钱的东西 那你变成的时候 你的经济好像发展得很好 其实有很多东西浪费了 但是如果你有规划 你说我那边要做什么 这边要做什么 就是整个沿海的海岸要做什么 金融业会在哪里发展 不会全部都是去掉了金融业 尖端科技又在哪里发展 哪里是旅游区 哪里是基础的工业 哪里是石油的出产 哪里是石油的出产 其实都是按照地理的分布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着物之处 还有中东来说 你不要说沙地阿拉伯 那些地方 你说伊朗 敘利亚 甚至伊拉克 那些这样的地方 就是比较靠近西面的地方 那些中东的人口 就像刚才S先生所说的 是真的贫富懸殊很重要 因为经过很多战亂 所以的时候整个策略 这样的策略是对的 比如说 为什么西部地区要发展太阳伦呢 三个地方多 平地多 现在我们又去看一件事 使得我有兴趣 因为拜登 现在又说要参加巴黎气候协议 所以我又看看 究竟那里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又找到出来 里面又有些故事 而这一件事 为什么我说呢 中国瓦解美元的霸权 就在这里 大家分享了之后 大家就会理解了 其实我们刚才说新疆 新疆其中一个部署 也是 这个一带一路 也是 因为以前 戴维承问我 中国拿着那么多 那么多美元 那他不怕吗 他已经是 我拿了一些美元 现在我已经去投资 那我把美元换了其他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长期的回报收益 那我不重要的 而且那个美元 它是控制住在一个数字里面 现在它也是保持在一万亿 我们就觉得一万亿很多 那么 我上次说 喂 美国佬自己欠自己都四十四万亿 那你一万亿不是很多 嗯 OK 那我们就看一样东西了 就是说 拜登一上任 每一天 就签署了一批文件 大家都知道了 嗯 而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呢 就是它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那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呢 听起来呢 就好像很遥远的事 好像跟我们 就是 因为在那个什么 探牌放方面 好像很遥远 其实呢 跟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密切的关系 嗯 这个因为呢 中国呢 也是这个协定的主要 参与者 而且呢 现在呢 已经 开始在中国的生活体验里面呢 有发生了很巨大的影响 可以是说 是中国人 每个人身边 都是在说这个 气候 这个的控制的 而这两年呢 就是因为这个协定出现 很多变化 而且呢 不出意外的话 后面的变化呢 就会越来越多 嗯 那美国呢 是为什么之前要退出呢 现在为什么要急不及待呢 是要进来呢 这一切呢 都是围绕着这个 巴黎气候协定 会 将重索 索造 世界那个利益 和那个分配的格局 如果美国推出了之后呢 世界其他国家 继续坚定不移地去推动下去呢 那美国呢 就相当于自己 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呢 等到后面 体系呢 成熟了之后呢 他就再要回来的时候呢 就恐怕呢 就损失呢 就会很大的 嗯 所以为什么 没有死错人 为什么会回来呢 说了这么多 这么多 这个协定的重要性 巴黎气候协定 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又这么重要呢 其实呢 他最初的时候呢 是西方发展国家 给发展中国家 是画一个陷阱 最开始的时候呢 计划实施呢 到现在呢 已经呢 是将近了三十年了 那么 嗯 那么 他是呢 是分开五步走的 分开五步走 至呢 最终呢 是达到 今时今日的协定的 他第一步是什么呢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呢 最早的前身呢 其实呢 是在1992年的时间呢 嗯 在一个巴西 开了一个叫做 联合国 嗯 环境与发展大会的 嗯 当时呢 通过了一个决议案 叫做呢 气候变化框架 嗯 的公约 嗯 这个呢 是算是呢 是全世界 巴黎气候协定 这个呢 这个的战略 就是呢 让大家都来 应对 气候变戀的问题 实际上 大家都签了这个的公约 就相当于大家 默认了一个前提 就是呢 对全球 气候变戀 对全球 而呢 气候变戀呢 会威胁了 人类的生存 这个就是第一步 嗯 有了第一步的重要的共识呢 后面的事情呢 就会顺理成章 首先呢 就是呢 既然呢 气候变戀 会威胁了全人类的生存 嗯 那么呢 我们大家呢 就要联合起来 想办法 于是呢 就有了很多西方的科学家 发表的很多的论文 主要都是呢 论证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呢 就是呢 是气候之所以变戀 嗯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过多 所以呢 要控制这个气候变戀呢 就要控制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了 这个时间呢 问题又来了 就是了 所谓的温室气体呢 最主要呢 就是二氧化碳 嗯 而这个主要的工业化进程 不可以避免的一个问题呢 现在说呢 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嗯 嗯 那就呢 不就是等同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于是呢 有了后面的第二步了 那第二步呢 就在之前的五年之后呢 到1997年 在日本京都呢 就正式通过一个的协定 所谓的叫做京都协定书了 嗯 而这个的京都协定书呢 的签署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因为呢 这一次的相当于呢 就将对应气候变暖的提升 成为了一个法律 约束的国际公约 而这个是第二步 这个的公约呢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呢 亦都同意呢 因为它的约定呢 是有一件事的 就是呢 发达国家呢 在2005年呢 开始呢 就承担减少碳排放的业务 嗯 而发展中国家呢 就是从呢 是从呢 是2012年 才开始呢 去承担 这个 这个 炭 减排的业务 那样来说呢 呢 是不是好像给了 这些的 发展中国家呢 一段时间差 那就以示公平 那呢 就为了 不打消大家的积极性呢 没有明确这个发展中国家呢 你的减排的义务呢 是到底有多少的 只是定了这个目标而已 同时呢 那些发达国家呢 还答应呢 是出钱 补偿 推动这件事的 后来呢 呢 美国呢 就觉得呢 这样搞呢 对自己的约束就太多了 因为那时候呢 美国是什么事呢 嗯 美国的跟着就搞了一个 二万油 是 二万油 但是那个呢 就破坏那个环境 就很严重的 那这样搞来说呢 就会影响到呢 自己赚钱 嗯 所以呢 克林顿呢 政府 在克林顿手里的时候呢 虽然呢 都签了约 但是呢 到小布殊呢 政府呢 那时候呢 就没有批准哦 那么呢 相当于呢 事实上呢 就退出了 嗯 但是呢 其他国家呢 仍是在那里继续推进 啊 到了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事情呢 就开始变化了 嗯 而且呢 变化得很有意思 嗯 因为呢 从这里呢 开始呢 就有具体的利益 的问题在那里了 是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呢 呢 京都 这个议定书呢 是约定了几件事的 而这几件事呢 都非常之重要 是后来呢 是一列系的事情 就是 那套 那就是 啊 那就是呢 呢 也是呢 买卖的排放权益,因为它里面的排放权是说,如果你要有二氧发贷牌,你要拿这个权,这个权你可以买的 可以买的,可以买的,买的为什么呢,譬如我发贷国家,我要有碳排放的 但是我又做不到这个减氧牌,我举个例子,我给你中国钱,我没有减氧了,中国和我省少碳排放 我就给你中国,或者给你任何一个国家,大家想不想到? 这门是生意来的,这是生意来的 即使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他们的额度 第二个是净排放量,计算是温室的气体排放量,即是从本国的实际排放量 扣除了森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第三个是可以采用绿色开发的机制,促使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的气体 第四个是可以采用集团的方式,即是欧盟内部的很多国家可以视为一个整体的国家 所以欧盟内部的计算是一个整体的国家去减减 有些欧盟的国家是减少,有些欧盟的国家可以增加 但是总体上是完成了减排的任务就可以了,这是对欧洲的 第三步来了,到这步的时候就制造了一个新的事物 叫做碳排放权,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件事 在前面这些协议的基础之上,他们凭空就想到这件事 制造了之后,现在还可以交易,也是生意 这种是一个虚拟的商品 他之所以能够交易是因为前面的两步一步推进 给他赋予了法律上的约束力 然后就开始变得有价值 碳排放权,由此就诞生了,这是第三步 到第四步,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窮逃避现 真正使得世界意识到他的威力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西方国家成人种的美言美语去哄人 哄了你下答,你不下答,我就不给你目标 不需要给你目标,等你签了约了 因为你签了约就不能走 好了,现在就开刀了 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协议 就到了这个协议的时候 就开始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真正意图 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 就是约定碳排放权的总额 其中发达国家在2006至2050年分配的人均排放权 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 即是说,他可以排多过你5.4倍 你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排 你排1,他可以排5.4倍 大家看不看到这些东西? 红公平啊! 这些是霸权来的,大佬你多成5.4倍 发生什么事? 是呀! 所以我刚才说逃穷秘义是这样的